万众瞩目 2028年的夏季奥运 将会在天使之城洛杉矶举办 不过呢 这主办方洛杉矶市政府 最近却以通货膨胀为理由 上修预算到69亿美元 一口气增加了13.6亿 这资金的缺口从何而来呢 我们东森新闻算给您听 洛杉矶市政府表示 之所以会多出13.6亿美元 主要是预算中有三大支出 分别是场地基础设施14.6亿元 体育游戏服务与运营费用12亿元 以及超过9亿元的人员管理费 至于69亿的资金缺口如何弥补 除了包含国际奥委会20亿元的补助 还希望在国内企业赞助与票务部分 至少达成一共44亿元的目标 才有可能让2028洛杉矶奥运 不会成为亏本生意 东森新闻下雨 请徐文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